今天由馮吉香路出發 帶大家去大羅天、大刀刃、大武山三大連酒 詳細的路線已經是寫了在影片下的簡介 現在走到大羅天的入口 現在箭咀置住的位置就是入口 圓梯級往上行 首先會去雞嘴下 看一看後面,剛才就是圓這條路上來的 現在箭咀的位置就是雞嘴下 除了石級外,地面也很凹凸不平 看到這個指示路牌繼續往前直行 差不多到雞嘴下 這個位置就是雞嘴下 然後沿路直上去雞嘴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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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直上去雞嘴上山 直上去雞嘴上山 到達雞嘴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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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行 沿路先去旗坑山頂 今天真的很大霧 完全看不到風景 這裏就是旗坑山頂的附近 到了旗坑山頂 沿路向桂角山嶺前行 雖然超大霧 但是路況都尚算明顯 剛才沿著這條路上來的 現在已經身處桂角山頂 現在已經身處桂角山頂 記得靠左邊 左邊才去雞公嶺方向 路況都有闊又明顯 應該不會迷路 雖然很多分支的路線 但都尚算明顯 繼續向雞公嶺方向前行 超多路 但是應該估計全部都是可以上山的 還有是越野訂單車樓下的痕跡 繼續靠左邊走 繼續向前行 去雞公嶺 應該差不多到雞公嶺了 到了雞公嶺的標高柱 繼續向羅天頂前行 向上直行 真是可惜 早上很大霧 什麼都看不到 又指著這條路上來 現在呢 就在另一邊的路下回去 下一個地方要去的是龍潭山 完成了三大連酒第一個大 大羅天 即雞公嶺 這個位置就是龍潭山 過了龍潭山 就比較多分支 記住看清楚地圖 現在的路段都是落斜 由龍潭山落到來 大概500米左右 會有條分叉路 不要向左走 向右走才對 繼續向上走 剛才就在這邊走過來 路況就改變了少少 小心點走就可以了 走到這邊 走到這邊好像突然間沒那麼大霧 剛才就是由這個山坡走過來的 沿著這條路 沿著這條路繼續上去 繼續向前走去粉錦公路 應該不足一公里就可以到達粉錦公路 大羅天的路況很明顯 只是雞公嶺附近比較多分支 前面有分叉路口 記得不要走左邊 走右邊才對 右邊才去粉錦公路 一會兒 一會兒走到粉錦公路 一會兒走到粉錦公路 沿著車路走就可以了 就可以繼續接下一段路程 走到這個位置 都有分叉路口 記得轉左下回去 差不多走到粉錦公路 刚才是由箭咀的方向走到过来 先过对面马路靠左走 现在去第二大大刀印 路口位转左 由小路上去 沿石上去 首先会去北大刀印 死亡梯级路段开始了 真是有时间走的 看一看后面 刚才是从那边走过来 继续向前走 由粉感公路走到这个位置 大概有500米 由起点开始计算 大概走了7公里 还有20公里未走 继续在北大刀印的方向走 沿路也不会有攀爬位置 正常的山径路 由这段路开始 攀升幅度很高 还有记住不要向右走 还有记住不要向右走 去到这个位置 大概走了8公里左右 基本上暂时都不会有分叉路段 大概还有500米左右 便会到北大刀印 去北大刀印的路况 都很明显 没有分叉路 一路向直走就可以了 真的差不多到北大刀印了 记住自己的垃圾自己带走 好好保护这个大自然 前面就是北大刀印 1.5公里 待会我们聊完指示路排去大刀印方向前走 现在我们去北大刀印标高柱看看 1.5公里 1.5公里 沿路出回去向大刀印方向走 1.5公里 建指示路牌向右继续走 又是梯级,如果喜欢走楼梯的人 一定要在路段体验一下 继续向大刀引发向前行 还有大约1公里到大刀印 虽然今天天气不一样,但够大风走上来也不太辛苦 上面应该是大刀印 大刀印的海白也有566米 继续由另一边路继续前行 离开大刀印,然后下山去临感公路 只要一直沿大刀印竞下山就可以 第二,由北大刀印到临感公路,沿路都是沿大刀印竞一直沿着 原来大刀印竞这个位置都有些惊喜 位置相当开药 可以看到鸡公岭,刚才是在那边过来的 现在才走路程的一半 继续沿大刀印竞下临感公路 继续沿大刀印竞下临感公路 到临感公路就完成大刀印竞的路段 继续沿大刀印竞下临感公路 继续沿大刀印竞下临感公路 在这里的指示牌,记住转右方向前走 就来到临感公路了 出到临感公路继续向前直走 然后 dede 图 你在这边的指示牌,前面有一个路牌 马蝶线大刀印竞下临感公路 继续向曼德远方向前行 记住原右边的斜路直行 如果大家需要补给的话可以去这家士多, 姐姐很好人 继续沿路直行 卡巴决定最后这个路段慢慢行 因为这个路段攀升的幅度也很高 这个位置真的很有日本感觉 真的很想着乡下, 何时可以飞 经过排方之后, 继续沿路直行 经过排方之后, 继续沿路直行 推超转 经过曼德远把往后留意 继续沿路向前行 前面有少少的瀑布 瀑布旁邊有一條小路 沿路直上 記住不要直走 後面的小路才適合 又是石級 全程的路段除了多石級之外 攀升的幅度也很高 沿著四方咬的方向就會接回物理浩徑 這段路差不多有2.3公里 這段路大家記住要留力 不是開玩笑的 真是很厲害 完全是行不完的石級路 繼續向四方咬前行 前面會有個分叉路口 跟著指示牌向大墓山方向走 看看地圖 走了一半都沒有 走到這個位置 大概還有1公里左右 就到四方咬 指住的位置就是四方山 大墓山 大概還有300米左右 大概還有300米左右 就到四方咬 這段路由海拔200米直上 差不多到海拔700米 攀升的幅度相當高 前面的位置就是四方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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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方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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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位置 已经走了差不多20公里了 卡巴说今次走得慢过上次出载 走楼梯急都走到黏了 今天真的很大霸 其实卡巴今天原本计划不是走三大连走 原本计划的路段是很多攀爬的 但今天天气不好 所以都会比较危险 所以就改去三大连走 不危险 但是考耐力的路段 现在就圆麦里号径下山 现在差不多走了23公里 从这里看过去可以看到鸡公岭 今早就是由对面走过来 我们看去旁边一点 就可以看到大刀刃 终于走到门口位了 今天星期日 都很多人开车上来 一家大小郊游乐 转右接回物理号径 要过对面马路 沿途会经过大帽山的郊游地点 沿途会经过大帽山的郊游地点 加入了卫生而大帽山的郊游地点 旁边含着你 继续向和堂岗方向前行 其实三大连走是一条比赛的路段 到最后的路段还要上和堂岗 卡巴真是超级佩服比赛的人士 整条路段都超级消耗体力 是一条长情急走的路线 累积爬升2000米 累积下降也接近2000米 亦有相多的长斜急斜 亦有行不圆的石级 想考验自己的耐力 这条赛岛绝对适合 差不多到连遮的茶水档 亦代表了差不多到三大连走的终点 再转彎下坡就得到终点了 下一集是时间要连尾了 究竟哪个特载要连尾呢? 想知道的话,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啦!